12月9日是国际反腐败日,坦桑尼亚独立日,秘鲁军人节 公元1425年12月9日,教宗马尔定武士颁布御令,于比利时创建天主教卢问大学,为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 公元1946年12月9日,在纽伦堡审判结束后,美国军事法院针对涉嫌参与纳粹人体实验的医生展开审判 公元1968年12月9日,美国发明家道格拉斯·恩格尔巴特首次公开演示鼠标、抄文本、图形用户界面等设计 公元1979年12月9日,世界卫生组织聘雇的科学家宣布各地添花已经绝迹,为唯一一种人为扑灭的感染疾病 公元1990年12月9日,团结工会创始人莱赫瓦文萨经由直接选举当选波兰总统,成为东欧民主化的效仿案例